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29题的 规律的题型 复途为半圆形的公园 弟弟骑自行车 沿着自行车到 往返AB两地 每12分钟呢 他可以从A到B 每12分钟可以从A到B 又还没回来哦 阿姐姐从人行步到 往返AB两地 每18分钟可以从AD到B地 两个人同时从AD出发 几分钟后会在AD再次相遇 这个题目尤其小心 很多孩子就会12跟18 直接抓起来就算了 记得我现在是要从AD出发 AD相遇 所以你要先看 弟弟的部分 呃呃呃 弟弟的部分 他从A到B再到A 其实花了几分钟的时间 12再加12 他是24分钟 那那个姐姐呢 姐姐他从A到B到A 几分钟 18到18 36分钟 所以这个提醒 小心 其实是找24和36的最小公倍数 OK 所以你去算一算之后会得到72 好 点你一点点小技巧 有时候啦 如果两边的数字 我会取最大的那个人 36除以24 整除不了 可是36乘以两倍叫做72 72除以24 可以整除 那就是最小公倍数 OK吗 所以第29题答案是72分钟之后 好 几分钟